打嘴骨传统甜品小铺 位于桃园中丽名泉路上 外观是一间很有复古氛围的平房 点餐的话可以直接在柜台点 冰品的配料都陈列在柜子看 清清楚楚 柜台旁边有展示原料 这些是有对外贩售的 里面的空间并不是很大 不过冰品的东西翻桌率很快 应该不太怕会没有位子 牛问水 一份总共有四颗 下面则是黑糖 是客家人的传统点心 用糯米板搭配黑糖浆汁 制作而成 又称汤其 直露出头与背在水面上的样子 很可爱 米鸡木冰 应该就是我们台湾人说的米苔木 不过它的造型 和传统的米苔木有点不一样 是一小条一小条的 米鸡木软软QQ的 搭配冰吃还蛮消暑的 盲炼情人冰 就是新鲜芒果加情人果 芒果两种吃法 很像青子胆的概念 情人果真的很消暑 酸酸甜甜的 很清爽又开胃 芒果 只要当季的都好吃 这个很对味 有网友推荐这间 鲜薄小笼包 说在全平镇的早餐店 他就指服这家 查了Google评论 还有4.3的高分 鲜薄小笼包 坐落于平镇的屏东路上 据老板说 目前开业 好像三年多 外观看起来 还蛮新颖的 而且这一代停车 也还算方便 店内不大 人一多 很容易就会客买 酱料区 有手工炒的辣椒 酱油跟古早味酱油三种 小笼包都是线线包 完全手工制 品项还蛮多的 其他还有蒸饺 手工粉浆蛋饼 炒面等等 小笼包一笼八颗 平均一颗是十块钱 个头挺大 小鸟味的大概 吃个二粒就会饱 以CP值来说算评价 小笼包是老面发酵的 吃起来会有古特殊的香气 内馅油花与瘦肉比例 约磨三比七 而且油脂的部分打得很细 让你吃起来有滑润感 蒸饺70元 皮很透 可以瞧见里面的色泽 只有单一口味韭菜 超厚实饱满 双蛋蛋饼50元 配上手工辣椒酱 层次更丰富 粉浆比例 也是店家自己调的 炒面加蛋60元 用凉面的面条下去炒的 除了特制的酱汁之外 还有店家自己做的肉扫 豆浆 红茶都是20元 是很好的搭配 香港人开的小货车卖的香港煎包 Google评价高的桃园轻步小吃 地标显示香港煎包 轻步总店仅持一家别无分店 小货车载助食材来定点卖 旁边空地很好停车 鸡蛋 高丽菜加上虾仁 牛肉或猪肉 外肠包的是润饼 有点意外 竟能想到用润饼皮去当煎包外皮呢 油炸锅的煎包一个个呈现金黄酥脆的模样 光是长方外形就好吸睛 以红色记号来标示口味 旁边有酱料可自己装 也有提供分装小袋 要直接加在煎包 还是另外装都可以 超厚的香港煎包 来在手上都能感受到重量 比手掌还大的香港煎包 外皮真的超级无敌脆 香港煎包 牛肉口味 虾仁口味70元 豪卖的高丽菜 爽脆多汁 甜味还锁在里面 最强的就是半熟蛋啊 那现加上半熟蛋整个满满够多汁 调味咸香 边吃边喊烫却很满足 而且它们的肉片还很嫩哦 还有整只虾仁包在里面 感觉又特别挑过 虾仁大吃又脆 跟着怀烂的半熟蛋绝配 香港人卖的煎包真的很特别 难怪很多在地人都这么骑车来买 真的是笑无不错的小吃推荐 中立竟然有三个十元的红豆饼 这物价难道是停留在十年前吗 王继县煎麦饼红豆饼真的是流传在乡民口中的铜板美食 王继县煎麦饼红豆饼的位置就在中立市建国路上中平商圈内 李珠丽火车站步行五分钟就能抵达 红豆饼三个十元没有另外附塑胶带 外皮像饼前般酥脆 一定要趁热吃的口感最好 内馅虽然不多 但是这每一口还是可以见到内馅 不到爆浆的程度 但该有的都有给 只见老板娘手没停过 不停地先做好红豆饼的盖子 真的是超便宜 虽然个头不大 但三个吃下肚也相当有饱足感 因为价格便宜也没什么好嫌弃了 毕竟桃园一带已仅此一家 如果有在中立火车站附近 不妨可以试试这铜板小吃美食 桃园龟山美食 FEV日式居酒馆 网络来自日本各城市的名物料理 及B级美食 还有三百多款精量啤酒 和日本清酒 从晚上四点营业 到凌晨两点 地点就在林口长庚对面 若开车前来 可以将车辆停放林口长庚医院 并离立体停车场 店内环境温馨舒适 开放式的厨房 可以看到厨师们 现场料理的过程 如果是一个人 想要独自小酌 或是与好友两人前来 可以选择能近距离谈心 较不被打扰的吧台区座位 FVV日式居酒馆 以充满昭和气息的 怀旧风格为主题 温暖的色调 会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 最具代表性的 是他们每间分店 都能看到的精量啤酒墙 有300多款 来自世界各国的精量啤酒 FVV的精量啤酒 每周都会更换款式 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 请服务人员推荐 3-4人分享餐 2899元 如果 有选择困难的朋友 可以点店家搭配好的分享餐 包含沙拉 前菜 经典料理 串烧 炸物 海鲜 主食料理 甜点 这样可以吃到许多丰富品项 3-4人分享餐的餐点品项很丰富 若是想吃饱 建议可以三个人点这套分享餐 综合海鲜沙拉使用木碗盛装 除了生菜 洋葱和番茄以外 还加入了虾子 扇贝 鲑鱼等 食令海鲜配料 搭配经典的日式和风酱 相当清爽开胃 日式生牛肉底部 加了满满的洋葱 一旁还有黑橄榄 蒜片 和甜橘 基底的酱汁 酸酸甜甜的很开胃 配啤酒 更是赞不绝口 明太子玉子烧 外层会使用喷枪制烧过 再加上海苔丝点缀 浓厚咸香的双重滋味 真的非常满足 金针雪牛串 包入金针菇 外层的牛肉 烤到逼出油花 吃起来不会油腻 烤肉酱的味道 咸咸甜甜的 酥炸海苔鲜油 鱿鱼鲜嫩Q弹嚼劲 外层炸衣 酥脆不油腻 上头还会撒上海苔粉 增添香气 甜点日式抹茶红豆团子 团子口感Q弹不黏牙 上面还撒了些抹茶粉点缀 一旁还有绵密的红豆泥 可以搭配着吃 吃起来不会太甜你 在桃园大西 你可以骑着脚踏车 游览丰富多彩的景点 其中一个绝佳的选择 是造访高哥Box餐车 自营热湾基地 这个创意的行动餐车 提供美味的一国料理 充满着复古和一国风情 彭腐自身电影场景中一般 高哥Box餐车自营热湾基地 就在大溪复兴路上 周末时餐车周围 围满了用餐人潮 餐车停在一片绿地草原上 每次餐车带有浓郁的复古风 再加上主人的用心不致 更有身在外国的感觉 餐车前贴心放置打卡板 让女人们来复古餐车用餐 还能顺便拍照留念 餐点才限点现做 点餐结账后 服务人员会提供号码单 在依教号取餐 等餐时间可自行在草原里活动 草原宽广前进 很适合带小朋友来跑跳 餐车房还有造景区 亮眼的造型泳圈和冲浪板 牛肉起司堡100元汉堡面包 是采用玉米面粉制成 为健康低热量面包 据说也是能美洲热带国家委内瑞拉的主食 起司汉堡拿起来有份量 前列线扎实 看得到厚鲜牛肉 起司汉堡满生菜 大口咬下很是满足 牛肉肉制口感加挑配起司和沙拉酱 多层次味蕾很好吃 除了美味的牛肉块外 面包的口感也Q彈且美味 香蕉牛奶90元 现打的新鲜香蕉牛奶口感清凉浓郁 与牛肉起司堡一同品尝 各是绝佳搭配 这个小小的野餐玩乐基地 分享给大家 特别推荐给来大西走的朋友 不妨仪式这里美味的餐吃美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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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